弟兄姐妹平安 每日亮光让我们有信心的眼光 有一位在年轻的时候 就失去丈夫的寡妇 带着三个男孩不知何去何从 有人就建议他去教会寻找资源 他就真的去了教会 可是他发现 教会不是提供面包和米的地方 而是提供智慧力量和爱的地方 上帝的话语鼓励他带着信心活下去 耶稣的受苦成为他的标杆 他努力工作 开着发财车 卖着养乐多和饮品来养育孩子 教会会有的爱滋润他的心田 让他带着喜乐过每一天 四十年来 上帝的供应从来没有断过 上帝就像一位远远不绝的供应者 这位寡妇的发财车 生意特别好 顾客都很支持他的诚信可靠 他靠着坚定的信仰 养育了三个博士 老年的时候享受着祝福的博士 今天的经文 马可福音八章一到九节 耶稣就是远远不绝的供应者 许多渴望听见耶稣救赎之道的跟随者 一起来到迪迦坡里 这些群众不只是犹太人 也有外邦人 耶稣说 我怜悯这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 也没有吃的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 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耶稣满有同情 体恤和怜悯 他的心总是顾着别人 不顾自己的需要 信心薄弱的门徒回答说 就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 叫这些人吃饱呢 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仅剩的七个饼和几条小鱼 向上帝感恩祝谢了 他剥开饼和鱼 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 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 当场约有四千人都吃 并且吃饱了 门徒收拾剩下的零碎 还有七筐子 七是今世完全的数目 七筐子表示主耶稣的供应 绰绰有余 弟兄姐妹 耶稣的神迹需要人的配合 只要有人愿意将仅有的拿出来分享 上帝会将少变为多 无论多么缺乏贫穷 我们总有东西可以献给主用 成为恩典的管道 耶稣拨开饼和鱼之前 谦卑地向上帝献上赞美和感恩 耶稣将饼和鱼摆开 摆开就是摆设交托的意思 饼和鱼竟然拨不完 数不尽 使四千人得饱足 还有圣余 耶稣的神迹需要有信心的眼睛 信心的眼睛不是看自己 不是看环境 乃是望向上主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护活 死无便为有的神 当我们在缺乏中 仍然赞美感恩奉献和交托 上帝必要远远不绝地供应我们 让我们满足没有缺乏 还能拥有七筐子的祝福 就是丰盛有余 愿上帝成为你生命中 那远远不绝的供应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感